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 在其所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艺术中 认为远古时代在黄河长江流域 存在着华夏、东夷和苗满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的著名首领有皇帝、炎帝 东夷集团首领有太号、少号和次忧 史料记载中的太号居于经山东集水流域 少号直居在经曲府一带、问世流域 太号、少号属东夷集团 而据考证 东夷集团的所在地就是如今的大问口文化 我们接着上一期视频 当告别牛河浪女神庙及红山女巫 一路拔四向东就到了辽东半岛 此时的渤海海峡有庙岛群岛相连 南来北往的人以此作为沟通的桥梁 那么乘船南下到焦东 就是上古时期的东夷所在地 相较于处处弥漫着萨满宗教气息的红山文化 这里都是接地气的人间烟火与顶时燕影 主人家拿出好酒好肉招待来访的外乡人 人们在歌在舞 说到大问口 不得不说它是山东人的骄傲 六千年前浩克的基因 至今依然流淌在海带人民的血液里 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石油和专需的传说之地 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上周时期的鼎 菇 豆 胡等纪族礼器 礼记里的多重官国制度 纪族传宗的国之大事 战士与荣 等刻在后世基因里的文化元素 在这里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 然而其最神秘 且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 还在于本地诡异的找死拔牙 口寒实求的风俗 信息量巨大的图像文字 难以置信的头骨开颅手术 甚至是学界周轮不休最早的针灸术等等 这一期视频将带大家全面了解大问口文化 那么时间还要回到1952年初 接到群众举报 考古人员在山东南部滕州的港上 和江苏北部新宜的花厅 分别发现了两座新石器时代遗址 两地的文管部门都发掘和采集到了一些玉器 和彩陶桃片 受限于学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了解有限 当时为大众所认知的只有西边的养勺文化 和山东地区后来的龙山文化 所以遗址内只要出现彩陶 就统归为养勺文化的范畴 只要出现黑陶或灰陶 都统归为龙山文化 然而到了1959年 随着金浦铁路浮现工程的开启 在跨越山东太安市郊大温口镇这一县城内 施工队友在宁阳县浦头春夕 刨出一批陶器碎片 随后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工作队 对这一重要遗址进行了发掘 结果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33座 出土了大量令在场人员难以置信的文物 如精美的彩陶 洁净的白陶 典雅的黑陶 墓葬规模大小不一 随账品也有所不同 展现出了明显的等级差别 其中编号维持的墓地面积 居然达到了13平米 随账品铺满了墓石 极为奢华 在墓石的上方 成对摆放着顶 龟 弧 碑 等白陶和黑陶 墓主人头部上方 有一把精美的漏雕像牙书 颈部佩戴着一串 管状石珠串成的项链 胸前还有绿松石组成的饰品 右臂带有绿色玉臂环 手指上有玉指环 腰部是一把茉莉色的玉月 右膝盖旁清理出一件 镶嵌松石的骨雕筒 依据墓室堆积的墓灰形状判断 墓主应该是葬在了双重棺果之中 面对如此高规格等级的墓葬 在当时的人们 能寻找旧的思路 欲将一致于龙山文化的范畴内 直到1963年 在山东曲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也出处了与大汶口地区 相同文化特征的墓地 而与此同时 工作者居然发现了龙山文化的灰坑 考古人员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以大汶口墓地 为代表的一类移存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它的地层在龙山之下 要远远早于5000年 至此 大汶口文化横空出世 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 大汶口文化自身经历了 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早 中晚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结合已有的碳石石测年数据 一般将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 推定在距今6100至4500年之间 早期阶段 大体包括金航大运河以东的山东省 江苏省淮河以北地区 从中期阶段开始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 有外扩的趋势 主要是向西南方向推进 到晚期阶段 扩散到鲁西南 晚北 及玉东 那么早期阶段 最具代表线的遗址 为山东沿州的王阴遗址 和江苏披州的琉林遗址 其中王阴遗址发掘于1975到1978年 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米 分为南北两个聚落居住区 聚落内部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 但在聚落和周边 居然发现了899座墓葬 这也是中国史前时期 发现墓葬最多 规模最大的墓地之一 墓葬一般为土坑数学 随葬品数量少 早期几乎是均等的 且多有合葬墓 琉林遗址也是同样的情况 说明大文口前期 处在较为平等的社会发展阶段 而在早期的墓葬里 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般墓主的口腔上和 两颗侧门牙均被拔除 在王阴遗址 还有部分女性及成人 有口含石桃球 而导致甲齿异常磨石的症状 这说明大文口文化时期 应该存在一些特殊的习俗 关于拔牙 体制人类学家根据出土实地的研究 认为实行拔牙的年龄 是在15到20岁之间 最早的在14岁左右 所以有学者认为 实行拔牙的时间 是在人的如此 被后来长出来的第二组牙齿 全部取代完成之时 拔牙的方法很残酷 一般需要对拔去的牙齿 进行反复敲打 使之松动之后再连根拔去 俗称早此拔牙 关于拔牙的目的 一般主流的观点认为 是成年礼 表示拔牙的个体 已经进入成人的队伍 可以参加只有成年人 才有资格参加的社会活动 还有认为是婚礼 表示拔牙的个体已婚 直到清代 还有地方文献记载 生活在贵州地区的 格闹族的少女 在即将出价时 要拔掉自己两颗牙齿的习俗 据说是担心妨害夫家 但最新的一个观点认为 拔牙与虫脏的习俗有关 在大问口遗址的很多墓葬里 都出土了脏牙 和用脏牙拼合成的器具 脏是一种型软性的野生动物 其獠牙长可达8厘米 脏一般在吃东西的时候 会收起獠牙 如果进入战斗状态 獠牙会立起来 锋利了牙齿 能吃破敌人的血肉 从出土脏牙这一点来看 大问口人应该是崇拜脏的 因此拔掉上侧门牙 以模仿脏的样子 而拔掉侧门齿后 由于牙齿变得松弛 从而使拔齿更有利于生长 更加强壮 拔齿便得以彰显 同时他们随身携带 用张牙制作的小型工具 古柄或木柄的张牙型勾形器 以作为图腾神灵的护身符 或者是战斗中使用的戾气 那么关于部分女性及成人 有口汗石或桃球的有关风俗 这一点可能听起来没什么 但论残忍的程度 比拔牙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久口汗石球 不仅要忍受齿罐夹面的磨损 甚至会影响到齿槽骨的萎缩 并导致旧齿脱落 因为这种情况 大部分存在于女性群体中 有学者认为 这与新时代女性追求美有关 口汗石球可能会使双甲丰美漂亮 而更多的人推测 其与祈求生育有关 因为古史传说中 有女人吞鸟卵而生育的说法 大汪口文化的居民 所汗小球的大脚与鸟卵相近 孤认为这一习俗是为了齐玉 但这又解释不了 也有一定数量男性和儿童 个体存在口汗石球的情况 因此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大汪口文化关于埋葬移骨研究 另一个其他的发现 就是东营附加遗址的死前开颅手术 这件头骨是在1995年的考古发掘中 在编号为392的墓中偶然发现的 墓主为男性 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 其右侧顶骨靠后的位置 有个直径大约30毫米的静圆形孔洞 人骨鉴定专家 通过X射片和螺旋CT扫描后 认为此头骨孔洞的边缘比较光滑 不是外部力量直接导致的创伤 而且通过细微观察 边缘区域有明显的刮削痕迹 和骨组织修复的迹象 墓主生前应该施行过开颅手术 而且手术后 墓主应该长期存活了一段时间 骨组织有得到后期的自动修复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例外科开颅手术 392号墓中只出土了一件桃顶 虽然气形精美 但比起其他有大量陪葬品的墓葬 却显得很寒酸 在那个医乌不分的年代 也许这个神秘的古人 正是因为头部有病变 疼痛难耐 就找到了族群中万能的乌医 而乌医或许认为 是他脑袋里的邪恶精灵在作怪 为了能让精灵离他而去 胆大的乌医做法 并在他的头顶开一个孔 让精灵出去 幸运的是 392号墓主人 并没有在这次风险极大的驱魔活动中 被夺去生命 而在他接受完开颅树 重新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那么大蚌口文化经过500多年的发展 来到了中期阶段 其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太安大蚌口遗址 和锦宁周城野电遗址 其中大蚌口目的的墓葬 在整体上有着基本一致的特征 墓穴的大小和深浅 与死者的地位密切相关 如最富有的几座大型墓葬 前面介绍的M10 M60 M126等 墓石面积均在13平米以上 而贫穷小墓的墓石面积 则还不足一平米 大型墓不仅有一般的生活用气 和各类工具 还出现了较多标志身份和地位的礼仪用气 如玉月 玉环 象牙器等 表明此时的大蚌口文化 进入了阶级社会 关于生活用气 在大蚌口移植 出土了相当多的精美陶器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件彩陶豆 它被列为第三批镜子出镜展览文物之一 尤其是豆腐部的八角新闻 在南方的梁祖 临家滩 高庙文化等遗址中 都有出现过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 其四射的八角 寓意无际的天空 和无限的空间 而中间的方则象征了大地 有天原地方之寓意 当然更有根据天文学 占卜学等来进行解读的 可见新石器时代 海带地区 与南方文化的一个广泛交流 那么在周城的野殿遗址 考古人员也发现了 和北方洪山文化一样的双链玉壁 这说明大文口文化 处在南来北往的文化交流中转的位置 更有意思的是 野殿遗址还发现了很多类似锥 或箭头型的鞭石 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鞭石为真的前身 远古时期 人们有时偶然会被一些坚硬物体 如石头 荆棘等 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受伤部位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疼痛减轻的效果 类似的形形多次重复出现后 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他们开始有意思的用一些尖利的石块 来刺身体的某些受伤部位 或人为的刺破身体 使之出血 以减轻疼痛 到了新石器时代 人们已经掌握了模制技术 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 适合于刺入身体 以治疗疾病的石器 这种石器 或许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 鞭石 除了用来类似针灸一样 扎刺身体部位 鞭石在当时 或许还用于外科化农性感染的切开排农 到了大汶口晚期阶段 中期已经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 和社会分成都在加速发展 此时主要的代表 为苏北地区的花厅遗址 和山东举县的林安河遗址 其中花厅遗址的墓葬 分为南北两个墓地 大型墓葬分布在北边 因此掌控着花厅地区 最高权力的强势家族 据发掘的十座大墓 均出土数量较多的玉器和陶器 多者甚至超过百件 多数大墓使用了猪下河谷随杖 有的还有完整的猪和狗 此时着重注意的点就是出现了人训 十座大墓中有八座使用了训杖 举线的林安河遗址更夸张 在超过五平米的十座墓葬中 据约共出土随杖品855件 占全部墓葬随杖品总数的二分之一 其中编号M10G的墓使面积 更是达到了15平方米 有景之星墓果 随杖品多达192件 其中猪下河谷就多达33件 为全墓地之最 应该是首领人物 生活用器据考证有一半为酒器 这种情况在其他中晚期大文孔化遗址中 多有发现 我们知道 酿酒意味着此时粮食有了剩余 这也体现了当地生活的富足 以及好酒的传统 这个墓使刚发掘出来的时候 远远望去 成排成排的酒杯 更像是宴请过后的场景 可以想象 墓主下葬的时候 或许各部族的首领及贵族 远道而来进行调宴 每人举杯向墓主表示敬意 把杯子放在旁边 黯然离去的场景 然后灵阳河遗址还有一项重大的发现 就是在一些隋藏的大口尊的表面 刻有一些图像文字 大部分为类似日火山 或者日火奔月的象形 和内刻四个圆圈的台形图像 此后 山东诸城 安徽蒙城等地遗址 相继出土此种类型图像的大口尊 它们的绝对年代 在距今5000年到4600年之间 且都藏在了大型墓中 各界对这些图像的解读 可谓是五花八门 甚至认为其余后来的甲骨文 经文 有很大的联系 比如解读为 窘 号 月 风 南 冠 冠冠冠军 又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型遗址 由此形成了都 意 巨 三层金字塔式结构的社会体系 2020年到2022年 在山东腾州的港上遗址 最新的考古发现了大汙口 中晚期的大型夯土城墙与壕沟 城址达到了40多万平米 为同时期海带地区最大的城址 而且随着社会分化 权力集中等文明现象 这让学者相信 大汙口文化 在晚期进入古国早期阶段 有王一级的首领存在 而依据更广泛的考古发掘 与跨学科的研究 目前可以证实 无论是农业 畜牧业 还是手工业 酿酒 建筑 在此阶段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从而为即将席卷北方的龙山时代 奠定了基础